永远的小邓 邓丽君逝世15周年了 基金会为他特地开了场演唱研讨会 而与会的来宾都是演艺界的大哥大姐 大家齐聚一堂 共同来怀念邓丽君 就是这个清亮的嗓音 让年少时期的邓丽君一名惊人 展现歌唱天分 出唱片拍电影 还红到日本去 1974年 邓丽君在日本唱片新人赏领奖 激动哽咽 日后更奠定巨型地位 邓丽君基金会更为了他开了场纪念研讨会 大咖主持人冲着邓丽君跟来 连好久不见的林峰都还忘不了 当年邓丽君的侠义心肠 邀请我参加军赛前哨 而且我是唯一的特别来宾 从此以后我可以和我的老哥张帝平分求责 他影响了我一生 拍小城故事这部片 跟邓丽君熟视的钟正涛更对他念念不忘 Close 有没有心动过 我动没用 要他动才有用 我当然很喜欢他 当然是 但是都是朋友的关系 十一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 仍传唱大街小巷 老中青三代的歌手也将齐聚一堂 演唱他的经典老歌 怀念大家心目中永远的小灯 明星文中沛与傅定华台北报导 我烦丽君熟 我烦丽君的天导 MING PAO TORONTO